我觉得小孩可以管教 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餐厅就有看到 家长就是会可能小孩子吵闹 然后就直接打小孩 你也曾经在公共场合目睹 大人管教小孩的情况吗 据儿肤联盟调查 禁酒成民众都有经验 影响的不只是亲子的关系 还有孩子的自我价值 那长期来说 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美国的data或者是台湾的data 都告诉我们说 小时候曾经经历过虐待的孩子 他们长大可能会家暴 他们家人的几率会大幅的上升 暴力行为在社会广泛存在 俄夫联盟推动No He Zone 零暴力空间 透过店家学习 理解 笔贴上认证标章 达到宣导效果 共计超过1000个据点加入 如果我们在外面这个空间 能是觉得比较友善跟安全 让家长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好像孩子一哭闹 就要制止孩子 而是说我们其实周遭的人 也可以用比较理解的眼光 给他们时间空间 推动社会价值和文化 达造安全的社会空间 达到教育效果 掌握最佳处理方式 共同守护孩童的身心健康 大爱新闻 陈品杰 谢启全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